接着我们看到 唯正第二篇 各位我们看到 这种题目唯正第二篇 并不代表说 这一篇 多多在谈政治 大家不要这样的一个解读 只是因为根据 第一章的前面两个字 只曰 唯正以德 譬如北城 我们一般的用词 这个拱都旁边还在加一个什么 提手旁 但是古文一般 之前还没那个字 所以都是同用的 第一章讲的是 德正化名 德正化名 诸位 以广义来讲 现在并不是 不是 不是为正 才要以德化名 我们本来一个 广泛的来讲 应该是以德代人 有没有 广泛来讲 应该是以德 以德代人 但是各位 那我们谈到以德代人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形容词 德 比如说宝人 你要反对以德代人吗 不会啊 好 那让你以代人 你要怎么代 以德代人 你有德吗 误到什么 各位 你们胃不能黑白黑 我跟你说 带人要以德带人 对不对 对 要不要以德带人 要 你有德吗 你要误到你 师父你讲话 也太伤认 各位 当然这个是 跟各位讲说 我们自己要去培养 很多的话 很多的书 我们这样在读 但是用在我们身上 各位 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不能够忘自毁伯 说我不会用 而是说 我没有 我就应该培养 这里面的形容词 譬如北城 那就是北极星 在黑暗当中 对 它是最亮的一颗星 各位 以这一颗星来代表 得醒 得恨 那诸位 就像白天的太阳 晚上的月亮 对 重心的北城 各位 那个亮度 就代表你的得恨 那各位 那我们到底有 对 多少亮呢 你不要跟我回答说 亮不亮没关系 亮不亮没有关系 所以各位你看 我们甚至连天上的小星星都不如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亮嘛 对不对 各位 我们不亮 因为我们没有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没办法闪亮 但是诸位 不是你没有得 读过佛法的人都知道 不是你没有得 对 而是你被污影什么 遮蔽 所以你的光影才什么 不能展现 诸位你要知道 你本来就具足慈悲 你要注意我这句话 你本来就具足慈悲 真的 你是一个很有悲心的人 所以菩萨呢 对 以大悲为体 是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 对 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慈悲的 为什么你展现出来 不慈悲呢 因为你被自私 你被仇恨蒙蔽了 所以你不会慈悲 对 那你本来很有智慧 那你被贪嗔痴蒙蔽了 所以 对不对 我们才变得愚痴 所以各位 所以你要想想看 很多的概念 它并不是很抽象 各位 它可以用批译 各位来观察 各位 真的是 是这个样子 这个修行 修行有一种 有一种 叫做明月观 就是观什么 就是 就是观他心中 就是观他心中 有一颗月亮 有一个 有一个圆满的月亮 这样观 但是问题呢 在观那颗月亮之前 他会看到 这颗月亮被乌云遮盖 然后一直观 观到最后 他会看到乌云在飘 那乌云在飘当中 的过程 他在观 观到最后 那一片乌云跟那一片乌云 在飘的那个空档 那道曙光会跑出来 有这样修法 那就是将自己的德性展现 各位 这样的 这样的观 叫做明月观 但是这样的观 他就属于观想 他透过观想 来观 所以各位 所以你有德 你有德 那一定呢 对不对 别人 别人一定呢 会被你的德恨所遭感 所以呢 对不对 众心拱之 所以我们常这么讲说呢 各位 一个有道的人 对不对 不怕没有 不怕没有道场 一个有德的人 对不对 不怕没有人会胡走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 每个人都应该要自我检讨 来看看 来看看 所以有的话 虽然是对的 但是 我们有做得到吗 那如果没有了 要赶快去修正 再来第二章 只约 诗三百 一言以弊之 约 诗无邪 诸位 这一句话是修行 诗无邪 这三个字画起来 这一句话谈什么 无邪即正 大家把它写上 无邪即正 各位诗三百 因为上诗经有三百零五篇 那各位 那诗经 他所谈的内容 事实上 他最主要的重点 他就含有教化明星 匡正明星 简单这么讲 他就含有教化的意味了 诗经里面的内容 对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但是大家常常看到哪一首 窈窕属女 精子 好球 奇怪 这怎么匡正社会风气 这好像是叫人家怎么追女朋友吧 各位啊 你只是看到那一首 你要全部看完 就是他的内容 原来是教化明星 用一种歌谣的方式 诗词的方式 来做这样的教化明星 所以你看哦 诗经 到底 哪对 三百零五篇 你看 我们现在不用自己读了 空老父子帮我们整理 一言必知呢 就是用一句话来涵盖 用一句话来涵盖 就是那三个字 诗无邪 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三个字 各位诗无邪 各位 无邪 不就正了吗 对不对 各位 你的思想没有邪见 没有邪恋 那对 那不就正了吗 各位那无邪 你在旁边写两个字 就是谈经里面所讲的无念 无念 无念不是没有念头 对不对 无念 就是没有杂念 没有邪念 没有邪念 没有妄念 没有恶念 好 各位哦 一个一个是恶念 我现在所讲的是恶念 就是分别对待了 恶 恶念你也要写 没有杂念 没有杂念 没有邪念 没有恶念 没有恶念 这样就什么 这样就念念 念念且正 这样就念念 清静 这样就念念相续 就开悟了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 是最难修的 所以在六祖谈经里面 他讲说 以无念为终 有没有 以无念为终子 六祖谈经里面 所以一般 你要修六祖谈经 你要注意 无念这个名字 六祖大师讲说 那对 以念而离 对 而离念 当然我们现在 不讲说怎么修行 只是跟你讲 你要回去看 如果要讲修行 这个部分可以谈很久 所以各位 所以诗经在谈这个概念 对 诗经在谈这个概念 所以诗经 所以这一句话 印象空老夫子在谈什么 他在谈说 对 如果你好好去看看诗经 你看完了诗经之后 对 你自然就会改邪归正 你自然就会改邪归正的意思 我们今天要讲到第四章 好 我们今天要讲到第四章 为什么 因为呢 对 第五六七八 下次要同时讲 好 接着我们看到第三章 子夜 对 导之以正 其之以行 明免而无此 导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此且格 这个叫做那 德字 究竟 道德的德 治理的治 德字 究竟 意思就是说 以道德来治理 才是什么 究竟 各位 这 这一个 这个岛当 这个 这个岛在这里 就不仅是说治理 而是领导 领导 前面 前面 那一个 对 导之以德 就念 就念道 各位 现在要谈的这个概念 一个是法治 一个是德治 前面的这一段是法治 后面那一段是德治 好 前面这段就是以法治来领导 也就是说那对 也就是说用政令 用政令 希望老百姓来配合 然后用行法 对 来诊治老百姓 那个起 就是诊治的意思 那个起 就是诊治的意思 各位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的国家 我们一般的国家 就是用政令 有没有 还有 还有用行法 希望透过政令 跟行法 让老百姓 都得去一种规换 但是问题各位 可惜是什么 可疑 重点就是后面那几个字 明免而无耻 这五个字画起来 各位 各位 这个老百姓 为什么会不 会没有羞耻呢 为什么呢 各位 前面那个是什么 有法 有法 就有漏洞 有没有 所以大家专门在钻什么 法 力的漏洞 这个明免的意思 大家想办法 在钻 法力的漏洞 然后大家 只能想办法 逃漏税 不要缴 花丹 不要 不要被怎么样 明免 就是大家 一直在逃避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大家 没有看到什么 对 大家只看到说 如何逃避行者 大家没有看到他 做错事 各位 你现在注意看 我们重点是 摆在逃避行者 跟一个人 知道他做错事 一不一样 不一样 那做错事 跟羞耻 一不一样 不一样 各位 有时候 我们会觉得 我们做错事 会还是不会 有时候 你有感觉到羞耻吗 还是有时候不会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没有 有时候 没有感觉到羞耻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 不然我做一个调查 你现在做错事 马上感觉到羞耻的举手 各位放下 这样才有救 你知道吗 但是你不要以为 羞耻心 很容易生气 各位 我告诉你 我们如果 辱疲 就越不羞耻心 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 菜鸟 老鸟 有没有 有时候 各位 有时候你会不知不觉 变成无耻之土 你都不知道 但是 各位 但是你不见得会察觉 但是呢 有时候你可以察觉到你做错 但是你做错 不一定有羞耻 各位 那你到底有没有观察过 我们的内在知道我做错 但是 错跟羞耻 不一定同时生起 对还是不对 大家都没反应 你就去观察你的内心世界 我们知道我们做得不对 不一定有羞耻 如果 你没有羞耻 那就 各位 那就很严重了 各位 羞耻跟道德感 罪恶感 有没有连在一起 有 如果你没有羞耻 你就要紧接一下 你现在已经把做错事情当成很习惯了 你要真的吓一跳 你要真的 你要真的就奇怪 我的良知良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我为什么一点羞耻都没有 但是这个字 我们又不可以骂人 我们 骂人家又好像觉得很不礼貌 各位 这个字呢 要自己骂自己 要自己观察 所以你看 所以每个人都在逃避行者 对 却不知道呢 对不对 他真正呢 对不对 做错那种羞耻心 那这位这有用吗 这没有用 所以用法治 来治理这个国家 那是不会究竟的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有没有 是没有办法究竟的 你说要怎么治这个国家 你自己想看看 那各位我们不要讲说这个国家 拎刀就好了 不要说拎刀啦 不然我们现在这个道场 对 那你看要用什么方式 相反的角度 相反的角度 对 以德恨 对 以呢 以这个理 各位 以德恨跟理的角度 对 这个叫做理教 我们是不是 以德 然后行理理教 所以诸位 所以我常这么讲 这个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教人 骂人是没有用的 有时候你在教人 你给他定义什么条款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各位真的是没有用的 你如何去引发他的羞耻心 各位有此且可 对不对 有此就是 有此就是要让他觉得羞耻 各位什么叫做羞耻 你做错 对不对 你就应该觉得羞耻 因为有羞耻心 所以才会让你改过 没有羞耻心 你是不会改过的 所以各位 为什么有的人会拿对 恼羞成怒 诸位你看 这个这个 这个不但没有办法引发你 对 甚至什么 甚至那就干脆算了 好 所以引发一个人的羞耻 且格 那个格就是正 正写的正的意思 有的羞耻心之后 对 他才会 对不对 弃恶向善 他才会去修正他自己 好 那诸位 这个欢意是很好欢意 执行 有没有很困难 各位问一下 各位你们思考过 你自己在读伦理上 有时候 字面懂了 但是 但是要怎么去执行 这个是你要去研究 但是 但是你要去怎么研究 怎么去执行的时候 一定要先 看看自己 有没有羞耻心 各位 这样说起来 事情比较大 有没有 你让他自己 不羞耻心 各位 各位 那有人让 媚媚 跟我们也批一批 有没有 他也是没要没筋 所以各位 所以如果说 你要一项一项去研究的话 那是很有学问的 所以为什么说 对 半本伦理可以自听一下 有他的道理 来 最后一句 我们要讲完 最后一句 很重要 而且大家也常常讲 这一句讲的 就是尽得修业 写起来 尽得修业 各位 这一句话 恐恼扶持 总共呢 有六个步骤 大家算一下 十六五立志一学 一 三十二立 二 四十二不获 三 五十二知天命 四 六十二我顺 五 七十二从因所义 不义及 六 六个步骤 各位 这六个步骤 刚好可以配什么 配易经的钱挂 六阳 我讲你配 第一个 浅荣物用 十五岁的时候 旁边写浅荣物用 三十岁旁边写 对不对 献荣在田 各位那个献 就叫做贱 贱面的贱 但是那个字应该念献 出现了献 献荣在田 第三个 就是 剃荣 戒胜 警惕的剃 剃荣 第四个呢 对不对 叫做 药荣在烟 跳药的药 药荣在烟 第五个 耳熟能详 灰荣在天 第七个 本来应该填什么 第六个本来应该填什么 抗荣有悔 这里不对 要填 对不对 群龙无首 群龙无首 等一下我解释 等一下我解释 所以各位 你有沒有觉得 你有沒有觉得很好配 独独益精呢 你看到 孔子的过程 就跟前挂是一模什么 一样的 那四位 这六段 哪一句最重要 公香 哪一句最重要 你说说看 哪一句最重要 显龙无用 显龙无用 果然答对了 对不对 这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十又我而立志以学 字画起来 没有这个字 后面都免谈 各位有没有很清楚 没有这个字 后面都不成立 这个诸位 我们今天 四间法 出四间法都一样 各位我们今天在谈 事业跟修行都一样 你没有 下定决心 后面都不用谈 你怎么修都不好 我今天很坦白跟哥这样讲 今天不是你不会修行 今天呢 也不是说今天你读不懂 各位我告诉你 修行 最主要的身份 关键 就是说你有下决心 我说完了 下定决心 你一定成到 下定决心 你一定成功 对不对 我给你转身 感到保证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理路不懂 你不要跟我讲 师父 对 我不懂修行 我不要你听 我贪心 跟你说的 那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 你真的想要修行吗 诸位 你真的想要修行吗 你自己知道 你真的想要修行吗 我说 我说一般 一般找不到三个同学 真的想修行 每一般 每一般找不到三个同学 想修行 诸位 这一句话是针对你内心 你不可以骗你自己 我们今天不能够成就 就是因为这个 这里出了问题 不能成就 对 所以假设 假设 这个志向没有 没有立定 佛法里面就叫做发菩提心 有没有 这个心没有起来 你后面不用谈 你学东西也是一样 都不用谈 所以各位 你知我知 大家知 不要找任何借口跟理由 所以这个东西 是很重要的 但是当这个东西 你成立之后 诸位 我跟你讲 事实上你要进步 是徒微猛进 而且你会进步相当的快 而且后面 根本不需要人家 跟你什么循行三诱 呵护你 关心你 事实上都不用 原则上决定就要在此时此刻 所以各位 所以你以下定决心 你必然成就 我可以直接了当 这样跟你讲 这个也就叫做 这个也就叫做 顿悟法门 发心 跟成佛 是同样一个意思 你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吗 发心跟成佛 是同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说发心必尽 两无二 是同样的那个意思 你以那样的心去做任何的事情 你一定成就 好 好 各位 那么先来看 孔老父子十五岁就日益自已写 这个写就是大写之道 这个写就是大写之道 那各位 那孔老父子十五岁之前 就没有写吗 有没有写 有 十五岁之前叫小写 各位古人 古人在十五岁 所以叫小写 那十五岁之后 对要读大写 但是他已经很清楚了 对立志于大写 各位三十而立 各位 这个 这个学语要自用 三十而立 就是代表说 他能够依照他所学的 对立身处事 依照他所学的立身处事 各位我们学佛法学很久 你注意看 你不见得有帮我按照你所学的 在你生活当中用 对不对 不见得有 各位 四十四十而不惯 到了四十岁 他所有过去所学的道理 都已经贯通了 诸位 他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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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学了在实践 并不代表说 当他实践的那一刹 那他就贯通 各位就好像说 你现在学一点 你可以做一点 对不对 但是你的道理 还是没有全部贯通 所以到他四十岁的时候 他的道理 已经全部贯通了 各位贯通了 但是什么 五十而知天命 诸位 这个时候开悟了 天命有两个意思 在意经里面 天命就是大自然的道理 就是自然界的法则 但是在中庸里面讲 天命之为什么 信 那各位那平安心讲 一个真正懂得 对 真理的人 对不对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什么 对 一个开悟见信的人 各位一个开悟见信的人 所以五十岁呢 悟 六十岁修 悟后什么 起修 起修 各位六十而耳顺 各位一般人 一般的注视 注解他都什么解 知道吗 他说 孔老胡子到六十岁 别人讲的道理 他一听就懂 各位这样的解释 我当然不认同 为什么 因为四十就什么 就不惑了 五十就知天命了 到六十岁 别人一讲的道理 对他就懂 那不需要讲 各位 六十而顺 指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 一切的境界 再也没办法动摇他了 八风吹不动了 端坐 紫金莲 鲁鲁不动 一切的境界 再也没办法影响到他了 六十而顺 各位耳顺是什么 你赞美他 他也不被影响 有没有 然后你辱骂他 他也不被影响 这叫做耳顺 这叫耳顺 对 到七十岁 对 正到了 对不对 悟后 对不对 悟后起修 修啊什么 修啊 正 所以到七十岁的时候 呢 对 就相当一个正道的人 从此之后呢 就随言 自在 好 各位 所以 从心之所欲 就是随言自在 好 不欲举就是什么 虽然随言自在 但是他又能够不变 好 所以我换个角度 随言不变 不变 随言 好 各位一个随言自在的人 他又不会呢 换戒 他又不会 对不对 违缓他的 对不对 这些的 规矩 好 这个就是一个正道的人的境界 当然我们佛法可以这样的解释 当然鲁家就不这样解释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他的境界 你会知道说 这个就是一个悟道的人 对 悟道的人 那所以各位 所以今天大家要学习的 原则上还是 自以学 后面的东西就不用你担心 但是你前面的东西没有成立 后面的东西 是不能成立的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